如果你有看過古惑仔之人在江湖 你會知道他是山雞條女 老爸你說什麼 女性陳秀瑜擔出漁圈近十年 去年年底她回到香港 宣傳自知出那碗食譜時 亦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 上年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水樓 但是當時跟我說已經沒有了 但是很不幸我再有 而且已經變成了癌細胞 這些東西沒得改變 現在安全 現在努力去面對 初發現的時候怕不怕 是絕對很怕 據知她上個月已經撤除了 胸部癌細胞組織 還裝了異語 現在在西雅圖一間醫院 正在接受治療 我覺得最辛苦真的是吃藥 因為那個療程 是真的 吐的程度 我完全人生裡 想都想不到 會吐到這麼崩潰 是根本就吃東西 不是為吃東西 是吃東西而被吐的 整個療程差不多要三個月 要真的好起來 要四個月 唉 但和不單行 同時下巴位置發現有皮膚癌 但是那塊很簡單 做Laser刮了它 就沒有東西 他們說 但我九月底才去管 這一部分 現在都管不了那麼多 醫藥費都很貴 很幸運 自己都有 積蓄 更幸運的是 她覺得分了居的老公 都有幫她分擔部分醫療費 很感激對方 還說是她人生中 遇到最好的男人 我都怕不怕 人生要面對 努力一點 希望做人最重要的開心 不開心什麼都是